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在腦的結構部分 大家要留意的事項 在腦中學習的要點 情況下 首先要掌握清楚 一個概念 讀腦的結構時 要考慮清楚 功能和說明的例子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讀的 就是大腦 小腦 延腦 然後落到Spiral Cord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在教科書中 都會讀了 大腦是控制隨意動作的 小腦 就是協調肌肉運動 保持活動時的身體平衡 而延水 或延腦 其實就是 幫助你 作為多種反射動作的反應中心 以及控制不隨意動作 但是你要記住 我們要掌握一些例子 什麼例子呢 例如 如果是語言和視覺方面 其實我們主要是靠大腦 而大腦裡面 其實紅色跨著的部分 你也要知道 腦裡面 哪個地方 是你所需要知道的 例如 如果你是視覺區的話 其實就是大腦的後面 如果你是聽覺區的話 其實是腦的中央位置 但是你要留意清楚 就是 感覺區 聯合區 和運動區的位置 其實感覺區 和運動區 其實在附近位置 感覺區 和運動區 但是你要留意 運動區 其實就是介乎 聯合區 和感覺區之間 所以這些部分 大家要認知 所以第一件事 大腦裡面 例如語言和視覺方面的困難 就是大腦負責 好了 至於小腦方面 是怎樣呢 就是協調肌肉運動 保持活動的時候的身體平衡 記住你要寫清楚 是活動的時候的身體平衡 有些什麼情況 如果你是小腦 出現問題的話 可能在行動的時候的平衡 或者你行動的時候 其實是會出現一個困難 OK 這是小腦裡面的功能 和例子 而炎腦那方面 或者炎水那方面 大家要留意的 有些什麼例子 例如你呼吸那方面 或者你心薄 OK 或者你是吞咽的時候 這些都是 其實吞咽就是反射動作 來的 口水的分泌 都是一些反射動作 而不隨意動作 就是有呼吸 以及有心薄 當你讀的時候 你就要掌握一件事 就是功能上 你是要懂得寫的 以及記住一件事 小腦的功能上 就是協調肌肉運動 保持身體平衡 OK 兩句子是要一起寫的 以及一些相關的例子 都要好好掌握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位置 大腦裏面 小腦 延腦 或者脊髓的位置 一定要清晰 希望這段影片 能夠幫助大家 當你去找 腦構造的部分的時候 你要掌握功能 以及哪個區 哪個區的分別 以及位置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拜拜